在中国星期五宣布将对600亿美元美国输华产品加征关税之后,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威协会已经说,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决心。 库德洛说,相比美国计划对华增税的2000亿美元,中国的600亿美元是一个比较弱的回应。 库德洛还宣称中国经济疲软,货币疲软,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国家,他的意思是,中国撑不起贸易战,而美国却有把贸易战长期打下去,并将它不断升级的决心和能力。 库德洛同时承认,中国还有很多办法可以伤害那些在华做生意的美国企业。 库德洛的口气像是在说日本甚至韩国、墨西哥类样的经济体,而中国却是全球大豆的绝对第一大买家。 汽车和通信产品的绝对第一大销售市场,是互联网经济膨胀最快的国度。 中国市场赚着很多美国大公司和美国农民们未来的命门,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,哪里是2000亿和600亿这两个数据,差距所显示的内量失衡? 这两个数字只能反映出华盛顿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放心病狂,而中国保持正义性,美方焦躁不安,极力想必提供于一亿,而中国准备跟他打持久战。 尤其可笑的是,美国经济刚有一个季度,获得4.1%的增长,库德洛就好意思嘲笑中国上半年,得6.8%了。 特朗普政府拼命拧毛巾,提海绵把减税等人用的办法用尽了,才得到4.1%这个短暂成绩,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这个分数不可持续。 而且美国长经济增长周期已处在末尾,而中国6%以上的分数是压下来的,它已是中国经济的底部。 该格开放已经将中国经济增长机器预转了起来,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燃料,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。 中国经济增长严重,依赖出口的时代正在慢慢终结。 往前方看,美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将超过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,这恐怕是包括护德洛先生在内的美国精英们野心之路营的大趋势。 贸易战会带来一时的困难和痛苦,在中美全面打响的第一波冲突中,中国的压力很可能会更大一些。 但我们有充分信心,只要顶住美方来时凶凶的第一波冲击,进入相持阶段,中国的强大贸易实力,制度优势和社会凝聚力就会逐渐释放出来,形成领美方震撼的全面韧性。 呼德洛警告中方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决心,我们觉得他恰恰应该把这种警告去对特朗普和他们的团队说,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社会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奉陪到底的决心。 中国人真的不想打贸易战,但是看看美方对中国提出的那些反衡无理要求,我们就清楚了,这是美国要冲击中国的经济主权,要像用广场协议击款日本经济一样打掉中国经济的锐气,让中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。 我们清楚这已是中国发展权力的汉类战,在这样的高度上,牺牲一些眼前利益,我们是不惧的,让中国人高兴的是,美方将陪着我们一起蒙受损失,这不是美方可以临上亡的空袭战,这是美方必须付出金火铜等代价,的全民对全民的相互消耗。 历史上美国出于奥曼对外发动的多起进展,都将它拖入了泥潭,特朗普总统这一次的奥曼针对了一个大国,当别人以为他玩玩交易的艺术,刷刷画招的时候,他竟然真的以为能把中国这样的巨人压服打垮,他在美国相对力不从心的时候刷出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爆棚的奥曼,我们有的是时间陪着借美国政府玩下去,历史。 也有的是时间看他的笑话。